这呢就选一下我们是不是继续选我们的2.5这个呀 好那么呢Redis往下走往下走哈 那么呢Finish 好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们呢回到这个Redis了以后 这下面是不是有我们的是吗 你们最熟悉的力不包了 那么好我们呢直接粘贴 OK那么粘贴完成以后 那么请大家注意这样再说一下 你们以后直接在力不包里面粘贴架包的这种动作呢 会越来越少 到最后是不是会用Maven管理起来呀 那么回头呢我们会和大家呢分享Maven相关的这个构建和开发的思路 那么好 这边请大家看再次强调哈 不要你你现在你请跟我讲 你加万一的web这个工程是不是要你建的单独建的加万一的工程要强一些啊 说来安静点你就直接建这个就行了啊 好那么这边我们呢建包 好那么大家请看 我们呢有了包了以后 第一个 我们呢是不是希望呢能够什么 起码我们的这个Redis启动以后 我是不是希望要连接是要成功的呀 好 那么呢 其他的配置啊都跟那个一样哈 妹呀这些什么 奥特左鞋干这些我就不再废话好不好 那么好 好现在我们做任何事情先要给他连接启动起来 那么换句话说我现在是不是要启动一个Redis的服务啊 好 那么这第四 SERVER买Redis的随便找一个吧 AOF这个Redis的Client啊 干P这块是不是六三七九啊 同学们 好 那么这边大家请看 Kiss这块 那么我呢 为了跟后面的讲课 那么呢 我FlashDB一下 没问题吧 好 那么现在Kiss是不是通通收工了 好 那么呢 这一块 言下之意 我们这块Redis的这个是不是就起起来了 好 Redis的服务有了 那么我们说过 以前你们用加码Eclipse是不是连买Circle数据库 现在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叫NoCircle 一个缓存数据库啊 好 那么换句话说 记得我们第一天讲Redis出现了一样情况是什么 多数据 多数据类型啊 那么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 为什么在座各位下个月 如果你能够接得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活 你的薪水会月薪过万啊 你想想 光是你现在用加码操作的 四个月以前你说只知道用加码Eclipse操作一个 买Circle啊 你现在是不是操作的 有Redis的 明天是不是要操作MangoDB啊 那你想想 你这些知识的积累 全部挂在脑子里面 那可不是你或多或少 咱们谦虚点说说 10K的话 8K 10K的话 那可不是应该随便拿吗 能理解了吗 你的本事是到这个份上了 好 那么这儿起来了以后 我们呢 大家请看 这个时候需要用解Edis的客服团连接 那么呢 它呢 是 那么呢 这儿 大家请看 我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主机和端口啊 好的 那么呢 我们现在的主机注意 如果现在像我 我是不是直接在Linux上面就干活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么就是我本机 如果说你在Windows上面干活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是什么呀 比如说是192.168点 你们的10点多少 比如说13 35啊 等等 能理解吗 好 那么大家请看 我现在是不是得到了个-Edis了 好 那么呢 我们呢 大家看 这-Edis点 后面 大家请看 是不是就像我们的GDPC 或者Hupper里的一些Session一样 有一大堆的方法给你调用啊 好 我们后续再说 那么-Edis点什么 Ping 那么如果说一切顺利 咱们是不是应该打出个什么样 有没有 那么这个呢 说白了 这就是我一直要强调的 同学们慢慢的会体会 咱们第一轮很辛苦很痛苦的第一天 是不是学了一堆命令啊 好 你那些命令你会了 Unix下面你直接开干 没问题 加码编代码 现在需不需要原来跟你介绍什么API啊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不是跟我们那些命令一样吗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是手锹还是Eclipse点取 这就是我说的 学一遍 但是你能获得2 明白吧 好 那么这个呢 测试Ping呢 我们呢 完成 那么呢 下面呢 我们呢 有一个 留一个今天晚上的家庭作业 好 首先测试联通信 行 是不是